各位同学,让我们一起学习详识科SQ3R的学习方法 首先,第一个S是Survey,浏览 在详识科里面,我们很多时都会在网上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 去做一些预诈 另外,老师也很多时会提供一些阅读材料 让我们先在学习之中先去做预诈 让我们看看以下有关瀏览网上资料的例子 同学,我们可以在E Class里面的学科天地 老师很多时都会将网上的资料 或者需要同学预览的材料放在E Class里面 同学都可以透过E Class里面去浏览相关的资料 方便大家在课堂之前去做预诈 然后的Q是代表Question 提问 我们要回答老师设定的问题 或者有时我们要自移到问题去自问自答 让我们看看以下有关提问的例子 老师很多时都会透过工作址里面去提供一些文章 再去设定一些问题 让学生可以去预先了解有关的资料 另外,我们有时也会要求同学去自疑问题 来自问自答 当然同学可以透过我们所熟悉的六何法去质疑问题 包括我们可以透过何人何事为何来设定我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相关内容里面去找适当的答案 接着的沙猫是包括阅读、记忆和温宅 我们在常识科里面 很多时我们都需要圈出相关的重点 然后运用树图或其他的图像记忆 来协助我们去温宅 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方法 让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第1个3R里面的阅读 我们打开课文之后 我们会根据课文所学的相关重点 我们需要圈出相关的重点 以便我们日后去作出记忆和温宅 接着我们看看3R里面第2个R的记忆 和第3个R里面的温宅 第3R里面我们常识科所使用的方法 我们具体例子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通常都会运用图像来去记忆和温宅 例如我们会透过树图 在树图里面我们都会运用颜色 不同的颜色去代表不同的类别 以便我们去作出温宅 以便我们去作出温宅 让我们看看以下有关记忆的图像例子 我们很多时在常识科都会透过树图 来到去作为记忆温宅的工具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里面 例如我们会透过不同的颜色去作为一个分类 让我们在温宅的时候可以更清楚 亦都更容易去分固之身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 例如在各边的各种效应里面 我们清晰地可以去记忆 里面是包括光、热、磁、动力和声音的 我们亦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例子 以便我们日后去作为温宅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图像的记忆策略 我们另外通常都会透过另一种的图像 温室图来作为记忆温宅的工具策略 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在这个图像里面 我们很清楚去认识到中风的病因 和心脏病的病因 亦都看到各种的关系 因为原来大家都有相同的病因 例如都会是胆固醇个高 缺少运动、高脂肪的饮食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图像 更加了解到当中的原因了 最后等我们再一次复习 详识科SQ3R的学习方法 第一是Survee 浏览 我们会透过阅读网上的资料 或者一些阅读材料 来到先做一些语集 接着Q是Question 提问 我们需要回答老师设定的问题 或者透过六婆法去质疑问题 并且去回答相关质疑的问题 最后3R是包括 阅读、记忆和温集 我们需要圈出课文的重点 好让我们可以日后去作为记忆和温集 并且去运用树图、图像 来协助我们的记忆 以巩固我们的温集 同学 以上的方法都很重要 大家记得好好去善用